歡迎大家來不及接受歡迎來不及到 我是迅竹 我是艾嘎 然後今天來到了我們的說法兩件事 今天我們請他們來帥哥亮哥 好我們現在請他們自我介紹一下 從這邊開始 中道主 對 南京站的主辦 我第二次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河肥 Dawking China主辦人莉莉 我是第一次 就是Rakka B百合來自新疆烏烏木齊DSP 你好大家好我是來自昆明的子豪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志明 是成都Lakka China的主辦人 首先我們多說一下我們跳多久吧 對 小強跳多久 今年14年 哇嘻 14年對不對 13年 那你5歲才開始跳嘛 所以18歲 就是跳Street dance街舞 Lakka風格的話 我從17歲跳了 差不多15年了 好下一位 我一直在算 然後我有點喪心 我是跳街舞是07年 跳Lakka是4年 4年 4年 才接觸 我是06年開始跳 但是我跳Lakka是09 那你一開始跳 跳Papi 所以這大概就是0607 百合是05 所以小強勒 08 08 哇那莉莉是 所以是9 我們這裡有人吃不同的地區 對吧 就是大部分隔太外面 我不知道你們在 在各自的地區 然後有沒有很大的感覺 中國的這個Lakka有不一樣的地方 新疆Lakka應該跟大家 就一直就是這樣 昏明它是屬於很多人都是從外地回來 江澤湖這一帶上大學回來的 也有西蘭地區上大學回來的 所以它的Style不太一樣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在大學的時候接觸Lakka 成都的帥哥來講一下 西蘭雙蕭 然後 鴨子 然後 我覺得我開始接觸的時候 我覺得成都的風格 比較偏Original嗎 如果說中國的Lakka 你要我想到呢 城市 就是成都是我會想到的一個 雙蕭啊 雅子線 還有就是廣州 還有就是上海 入目其他那時候倒還好 就我說的是零幾年 沒有沒有沒有 對 06年 Lakka我就沒有 對我還在一桶江戶在那兒正 在整理新疆的這個 辛苦你了 還沒有什麼時間去顧得上 對 對 然後 男輕 男輕的話應該是 從2005年開始Parking 對 比較 當時是 平平 小貓 然後 許承恩 曹羽 然後他們也是 從KOD3開始去 北京學習 然後跟各地的舞者交流 那何斐勒 何斐是我知道的就是 他們呀 現在 對 大陸這邊就是05年左右 開始 KOD2 KOD2 KOD2算是全國 第1個Lakkin的算是專項 就是應該KOD 應該是第1個把全中國 跳Lakkin的Stars 還是具體 具體 然後搞那個Drama 這樣去評選的 昆明這邊 昆明這邊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缺少成人這一塊 大家可能現在 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比較喜歡 HIPHOP 或者是編舞這一塊 我以為 昆明如果有困難的話 是因為你們的年輕人是流動的 但是我聽你說 HIPHOP跟其他 HIPHOP 還是可以 對 所以 好像也不是因為 我想的那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在本身Lakkin 在酷民的體制 可能就是沒有那麼殘壯 對的 我個人還 HIPHOP 我沒有在怪你 HIPHOP 想說點不能講 HIPHOP HIPHOP 成都來 成都 成都 如果是現在有什麼困難點的話 其實現在好得太多了 因為有的那個節目啊 然後現在成都的成人 應該還是 相比以前的話 要好太多了 因為以前 大家 這個地方的發展的好不好 主要是 要看這個地方的前輩 成都 我們發展 少兒 應該算是比較早的了吧 成績也很好 對 成績也很好 但是那麼多前輩 其實也教了很多 很好的樣板 小朋友 對 也是小朋友 包括像 黃子豪啊 啊 就是 哈哈哈哈 一直在他山頭上 其實我覺得 成都以前也算是一個取經的地方 對 很廣州 對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小朋友太強的時候 成對成的那種 還是那種三感 是沒有 沒有參與感的 所以 所以我們辦了Light in China Kid 就是要保護這些 哈哈哈哈 那Lily咧 Lily現在推廣 我覺得現在 主要其實 河梅的話 我們那邊 還是女孩 多一些嘛 因為你是女生嘛 對啊 我本身也是女生 就是上午課的話 也是女生多 但是其他的團隊 你覺得他們推得怎麼樣 大多數人 都是在 煮不好事 西聖爺這邊呢 岳阳城市比較小 這邊 對啊 我覺得 這邊比起來 你城市最小 對啊 所以我就壟斷了 但你說的壟斷 老還是不好 當然不好啊 就沒有競爭了 你一旦沒有競爭 就會 就發生了 就是我認識很多人是小城市 他也是就是壟斷 對 但是我覺得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都多樣化 對 需要點挑戰 就是沒有一種 經濟復古的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會製造假省品 我們要跟省會城市的誰去比 所以我們要配密練 應該可以把花子吼笑過去 接下來的一個團結就是 讓大家互相提問題 然後我們現在撞到誰 對 所以我們第一 那我們從小翔開始 OK 你问自明一个问题 听想问自明的 就是我感觉自明跳舞 从我刚开始看 到现在就一直在变化 就是什么促使你跳舞 一直在不断的在前进 因为我一直输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舞蹈它一直会变 就是因为你们不断的在学习 不断的看到好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我们跳到这么多 越来越的去了解 去喜欢音乐 可能以前刚开始跳舞的时候 我只是跳动作 我不喜欢这个音乐 但当我喜欢像这个音乐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这样跳 可能就不是我喜欢的 可能我就会改变 就会变成我更喜欢的 那种感觉 我怎么觉得你没变 我看一到三集那个视频 人家没有问题 但是我很开心 小强问我这个问题 你的变化都会被被人发现 对对 是吗 小强帮我 好 现在莉莉问人了 我问百合 完了完了 完了 我想问一下百合老师 为什么比赛的时候可以那么冷静 我不太冷静吧 莉莉的意思应该是乘着应对吧 对 感觉那个比赛就是他办的 就是首先我把它当做跳舞 我在比跳舞 对对对对 我在跳舞的同时呢 我能给出一些惊喜 但我的第一点是跳舞 怎么让我跳得好呢 就是音乐 跟音乐对话一样 跳舞把你吸引过来 再次空间都合到一块了 所以我在同时在做一个 可能做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你会感觉有个惊喜 提现出我的成果 百合老师每次跳舞的时候 尤其是比赛的时候 在交对手的感觉 有什么 自信到这种程度 对不对 不要脸到这种重度 对 我觉得百合讲到一个重度 这是一个盲点 你们也许不知道 你让人家觉得炸 不是你动作多难多炸 是因为你的动作跟音乐合了 对对 那就炸了 对啊 对 所以因为你的视觉跟听觉被 解 同时被贯穿了 然后就 对对对 因为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不知道说对不对 简单的就是 我在跳的时候 我听这个音乐 你作为观众 你也在听这个音乐 我们在一个空间里 我能把你所听到的东西 能可视化 那就说明我跟音乐已经融合了 如果都在说话很小声 哇 很少 那你可能会被惊喜到 但前提是我需要出电子 对对对 所以 比跳舞里面 我们在一个同样基础上 能跳舞的基础上 我可能体能比你好 我可能做出现实难度动作 或者我耳朵比你好 我的身体条件比你好 这个是其次 你觉得很稳的时候 突然给你给你一下 你会觉得 啊 我这个铺垫 体现出我的成熟 但最终还是我最厉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现在我们摆下问 那你问小强哈 我想问一下小强 你认为舞蹈是什么样子 可以是lucky 或者是你认为就是简单的舞蹈 嗯 从大学的时候 有去选修过一个舞蹈见诏的一个课 就教导主任嘛 他给我们讲 那我去听 可能跟其他人去听 不一样 跳街舞 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点点排气 后来写了一篇结业论文给他们 就是谈你对舞蹈的认知 最后他给了我98分 然后就是说写的很简单 舞蹈的产生 他是因为先有音乐 然后人在表达这个音乐给他带来的感受 通过他的立体语言给别人带来了相同的共鸣吧 这是我认为的舞蹈 舞蹈 其实在不同的路上 但是走到最后的 终点 对 还是音乐跟舞蹈的结合 我很喜欢你这个T恤 等一下 哈哈哈哈 自己上班买 莉莉 我问一个不一样的吧 就是莉莉姐有想过 不想跳舞的想法 What 等一下 错过了 这个我问我了 对 超三个 哈哈哈哈 不不不 我想问莉莉姐 你觉得我什么时候会放弃跳舞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怎么知道 哈哈哈 你这样子吧 自我太跑了 是批评 哈哈哈 是我批评 跳Lucky的过程中 我觉得Lucky没意思 跳了跳就说那样 其他的事情会更有意思 或是其他的风格 对 有过这个想法吗 我这个人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蛮专一的 就是我喜欢Lucky 就是从刚开始喜欢一直到现在 对爵士是什么交代 我对爵士就是 当时是因为 初恋不一定是对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是不懂那个时候 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喜欢 但是当我遇到Lucky的时候 我就知道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就是我可能很久没有跳过 但是我跳别的舞种 我没什么太大感觉 其实 但我跳Lucky的时候我就很快 就回来了 嗯 像我们跳Lucky 跳这么久的人啊 也许你也会逆 但是回来的时候 还是回得来 比如说B-Boy啊 跳POPPING的DANCER啊 HIPHOP的DANCER 只要放开音乐 他们第一个反应 他们是这个 别的舞种呢 去跳 其他舞种 只有在跳Lucky的时候 你会感觉他特别开心 负面的东西 你说实在 你负面的东西 你没办法从Lucky表达出来 Lucky这个舞风 它就很宽快 但是你如果用不好的角度 就表现的情绪的范围是有局限的 愤怒你用Lucky表达出来 如果说我们站在高一点的 来看Lucky的话 就是说Lucky就是快乐这一块 那愤怒可能就给其他风格去包了 这是一种想法和概念 现在我们请志明问志豪 我想问一下志豪 你想让别人满营 还是自己满营 你会更偏向远的一方 如果说在有观众的情况下 会是让观众去满营 但是比赛和自己跳的时候 我会更在意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打个比方 就是可能我自己练舞 跟我在表演的时候 或者说有时候在比赛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可能是我不太残熟吧 就是有时候展现出来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对 我自己在舞防练的东西 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很满意 但是我到一上台 或者去秀的时候 我反而是另外一种跳法 但我觉得志豪他讲的有一点 我觉得蛮正确的 我个人认为 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 他是注意观众的 对 但比赛的时候 比较在意自己的表现 对 我觉得这是很对的观念 因为 你在比赛就是要展现自己 但是你在表演 表演 Entertainment 就是在取悦 让观众 对 当然你自己也要跳得好 你才有办法取悦到观众 对 因为反...就是你要跟观众 也许甚至有互动 这是一个舞者的概念 我是说 我就是做自己 这不对 因为你 人家付钱看你表演 你就是一个 要让人家有感受的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自己一直在 追寻的这个答案 怎么样能够去解决 就是办活动方面啊 我们常常 一直在办battle活动 是因为办battle活动 我们比较能够 有把握 人员一来参加 现在这个趋势是这样 我们其实内心是很想办一个party 纯party 然后就是来社交 大家来聊天 交朋友 我们只要办这个活动 我们没有把握 就是经济方面 可能我们就 蒙受一个巨大的数字 但是我们又常常 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常常会说 啊现在的年轻人 越来越不会party 只是就是一直在 在battle 就不懂得什么 叫enjoy这个舞蹈 当然如果说今天有钱给你 然后你办party 那当然OK啊 就是说在没有这些 经济后援的状况下 你们有没有什么 想法 或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方式 平衡这个问题 我这代舞者在新疆 其实是battle开始顺行的时候 我开始接触的机会 但是 其实battle越多的时候 其实街舞的推广 其实不是那么厉害的 就是因为什么时候是 街舞最棒的时候呢 是作品 有routine 有routine 因为battle是个特别专业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懂可以看不懂 battle它会有门槛 你平常battle可能没有位置 但是要是上台去battle的时候 它会有位置 它会淘汰很多人出来 但是routine 骑虎这些东西呢 不一定是表现得很好 但是你可以猜一句 白盒讲的这个我觉得很有感受啦 因为我们是routine出生 我们以前的团队是没有个人 你这个团队很有名 但是你要我叫出这里面 有谁不知道 但是你只要说你这个团队 就会很认同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白盒讲的 其实有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是理想化 因为你说我给你20分钟 我DJ放歌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pally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做不到 因为它已经是陷到那种悲和状态 你讲的这个是我觉得我是认同的 就是不要让大家 因为我们的专业去让喜欢的 你我们愿意愿意 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们不要参与的方式 只有一种 我希望以后luck in china 各城市 我们应该更把注意力放在说 我们的活动到底要怎么样 让很多人从不一样的角度 不一样的层级 能一起参与到我们的活动里面去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就是我觉得那个比赛的一个氛围 就是别人过来一起感受这个比赛的氛围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对 然后之前像我们办的话 每一次不都是有crew battle 其实说实话 一对一和crew battle出来的效果 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特别不一样 如果是crew battle的话 大家都可以玩起来 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么感触 就是很多年前 我们都会想外交哪个哪个crew 现在没这个概念 现在没有 现在加入crew是为了表演为了比赛 对 不是为了一起跳 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还有就是因为现在来的人都是参赛者 没有观众 我们以前的活动 我们可能十个人 在mess party里面的话 有八个是观众 两个是舞者 现在可能不反过来 现在是八个是舞者 两个是观众 所以那个氛围不好 有观众还是他亲朋好友 哈哈哈 我最近常常一直说 我们要做小棋舞 因为就像你讲 我两个人 虽然我不是在battle 但是我做个小棋舞 他也是一种形式 然后第一个他门槛低 我两个人就可以拍 然后我们只有60秒至90秒 对 我其实顶多20个吧 对 就结束了嘛 我觉得这是一种 很好展现自己风格 以一些编排的技巧的东西 对 比赛以前经常有请嘉宾队表演 现在比赛没有啦 这我觉得有时候也是预算问题 恶心虚犯了嘛 对 但是我觉得啊 这跟真的跟这个时代的演变有关系 对 因为以前没有网路 唯一能够展现自己就是舞台 对 那现在我网路我随便拍要多美就多美 对 要多厉害就多厉害 所以现场的难度变得非常高 对 还有现场的受众权也没有网路那么大 那我为什么要把注意力放在 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在因应这个现在的科技的转变 我们也要与时俱进的去做一些调整 以后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有party dance 然后有人礼物有人带一起跳 对 除了battle以外 还有routine showcase这样子 也可以有小棋舞这些棋舞比赛 对 以后我们Locking活动我们也可以规定 以后都要放 身上要有很挑 对 对你有个元素很挑 现在个程式你看乌鲁木齐这一个状态很好 莉莉说的 group battle 上次在Papin China总决赛小棋舞 还有福州Locking China的分战赛的棋舞状态也很好 他很快 一个小时我就可以20对比 大家也不累 也不疲乏 每个人都可以在60秒很用力的跳完全场 对 60秒其实挺难的 60秒也要把精华拿出来 对对 这是讨厌 讨厌片拍 对吧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说话聊天室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是说话 聊天室 我是许子 我是小强 李李 百合 紫豪 志明 爱家 Peace 下次见 好累啊 好累啊 我们的衣服 他又来了 OK STIME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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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